我们又没有签合同 再说了跟断天狼只是口头合约 放手 不放 你到底想干嘛 我要你跟我道歉 我要你重新布置 别太过分了 放手 我不放 放开我 放开 就不放 放手 放手 雪清 秦灵 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 不许欺负雪清 你别欺人太甚 我亲眼看见你欺负雪清 你还想要狡辩 你还敢恶人心告状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好了 阿海 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时间快来不及了 让他先布置他 看在雪清的面子是放你吧 我不干了 清理 不能哭 在他们面前掉眼泪 你就输了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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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吴秘书说 你对我们的安排很不满意 不好意思 我们酒店达不到你们的要求 你的案子我们不接了 但天冷 吴秘书 你再跟客人确认一下 如果他们愿意接受 你继续完成 他们要是不接受 你带人把这里给撤了 段天冷 你还是不是我弟弟 你到底站在哪边 你是我姐姐 应该对我很了解 我一向很重 我只站在善良这边 你 Immaculate 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都怪你 要不是你非要让我 接这个工作 我也不至于 在他们面前这么难看 那你为什么要傻乎乎的 坐在地上 被他们欺负啊 你就不会起来反击吗 我怎么反击啊 难道我要打他啊 你有做错事吗 没有 是他们找茬 那你就可以打人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幼稚啊 我要是打了人 让你们酒店上头条啊 正好啊 免费广告 好了 平复下心情 去工作吧 工作 你不会还让我回去吧 那当然 你要去完成你分内的事 这是你的职业道本 应该去备吧 好 我 去吧 这边的香槟塔 已经按照他想要的形状摆好了 您要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可以再调整 好 是 不愧是专业的 完美 那没什么别的事 我就可以收工了 今天还有别的安排吗 待会要回花圃 帮奶奶整理一下 那就是没有安排了 今天下午 你剩下的时间交给我 还有什么事吗 我跟人打了赌 需要你帮忙 赌 这些人 这个怎么样 完美 真的 帅总经理来了 大家欢迎 他怎么来了 对听了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 你确定这么做对吗 告诉你件事 其实我也不太会跳舞 管他呢 左右换换就好了 来 准备好了吗 来 这个舞不是这样跳的 应该是这支声 你会跳舞 我会的事情还多着呢 一二三 起脚 既然要跳 那就不能输 以后会离婚了 你会跳舞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想他为什么会来 他怎么还会跳舞 清零什么时候会跳舞的 你不是说她什么都不会的吗 我又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学会的 她也不会动摇 还不错 这是我宣布订婚的派对 她却抢了风头 臭名人 她是故意来打场子 我太爱你 听着姐姐爱悄悄 来得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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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都是奶奶教我的 奶奶 雪晴 雪 我没有邀请你 请你出去 我 她是我的舞伴 赶她走 也就相当于是赶我走 那就请你也出去 怎么 输不起啊 我输 段天龙 你故意算计我 今天你们都是盛装出席 我想这是场公平的竞争 段小杰 小杰 小杰 我能替你跳一支舞吗 我 去吧 玩得开心点 谢谢 看见了吗 大家都在看心里去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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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那是因为新鲜感 这个比赛不公平 闭嘴 不用你管 别跟过来 我 为什么带清零来 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管好你们家雪芹 清零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没想到你回嫁给丁海 这么说 你很介意 才不会 她是个好情人 天朗带来的女孩是谁啊 大家都在问呢 我第一次看见 这么漂亮的女孩 那帮男人 又要腥风血雨了 有那么漂亮吗 看着挺纯 男人不都喜欢这种初恋型的女孩吗 是天朗的女朋友 得提醒天朗看紧点了 生日快乐 是天朗地 我建议是天朗手 在您看见这儿 我一眼 们做各位 我当这事 你会担心 的女孩 你会担心 最后一天 让我变成坏人之后 你跟段天朗就没人会说闲话了 我没你那么聪明 没想到我被你骗了这么久 表面上一副清高压 骨子里比我还坏 我看错你了 你没资格跟我说这种话 我没资格 我是你前夫 谁比我有资格 你那么生气干嘛 你是看见我跟段天朗在一起 你吃醋了吗 我吃醋 这样你未婚妻会伤心的 好好安慰她一下吧 锦绿 你 雪清 雪清 你别误会 你竟然让我在这种人面前丢脸 我现在立刻去宣布 我们的婚事 取消了 雪清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让你受辱 我会让她付出代价 不需要 我自己的敌人 我自己对付 花精灵 你敢耍我 不需要 我 我想的 一刀 您 杀 我 我 各位 接下来我将主持一个游戏环节 在这个游戏环节里 我需要一位嘉宾 有请清零小姐 请你上台 就是你 清零小姐 请你上台 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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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非常地简单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回答对了 那么你有奖励 如果回答错了 对不起 你将会受到我的惩罚 准备好了吗 好 第一个问题 刚刚你在卫生间门口 做了什么 我刚才碰到一个老朋友 顺便聊了两句 你那个老朋友我也认识 可是他不是这样说的 你们俩吵架不要把我扯进去 你们俩吵架不要把我扯进去 他跟我说 说你勾引他 他肯定是死的 你自己有继续的 血清 你别太过分了 他这个老朋友 就是我的未婚夫 丁海 你是这样告诉我的吗 是的 你觉得不错 好了 你的问题回答错了 所以你该受到惩罚 不哭 段雪芹号称第一名员 怎么会做出 这么有失身份的事情啊 听说她好像怀孕了 快不行了 一定是运气综合症 没事吧 让开 让开 放我下来 还给你 杀人凶器 你白天不是还说 她很漂亮 你很喜欢吗 为什么不用她去对付丁海 我不想再提刚才那件事 丁海是很可恶 可是我更恨我自己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傻乎乎地站在那儿 被别人欺负 该反击的时候就要出手 我带你去那儿 就是想让你开始新的生活 坚强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你说得倒容易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吗 就是因为你把我带到这儿 所以我才这么狼狈 对 但天了 是你给他们机会 让我在重目睽睽之下 连最后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刚才在台上 为什么不说 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就没有一天太平过 我讨厌你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干吗呀 我总不能让你光着脚吧 那你穿什么 十二点吗 我终究只是十二点之后的灰姑娘 水晴 你走慢一点 当心孩子 别跟着我 水晴 你听我说 华清明她是故意的 她是故意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不要上她的当 我亲眼看见你们在一起 亲耳听到你说的话 她故意设计我说那些话 她看到你在我身后了 那你为什么找她 是她在那里等我的 她要我重新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说跟你弟弟在一起 是为了刺激我 让我嫉妒 她想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她想我回到她身边 结婚的事情先放一段 我要再考虑考虑 有什么结果我会告诉你 华清 进来 雪清姐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昨天派对我没能去 你爸还在生天老的气 不让你跟我们段家有瓜葛呗 估计我爸还得再气一段时间 你昨天没来是你的损失 错过了一出好戏 我看见了 今天网上那个帖子可红了 是你为婚夫干的 你倒是聪明 可惜原地踏步 昨天天朗的舞伴是清零 什么 他们两个公开在一起了 你们天朗去啊 怎么会这样 清零 清零 你今天可是网络红人了 昨天晚上的派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都看见了 我被泼了酒 反正就是被人整了 可是 可是你为什么去参加那个派对啊 那明明是段雪芹 为了把丁海见上 你为什么不能去啊 我是正太的合作商 是段天朗邀请你去的吗 清零 我拜托你认真地回答我 深深 我觉得我 真的很可怜 我留了产离了婚 跟丁海复婚也没有希望 现在又成了拜金女 对不起 清零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搞清楚 你是以什么身份 去参加的派对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段天朗的朋友 丁海的前妻 正太的合作商 你随便挑吧 你还好吗 我而且我现在应该吃 是 然后说 Dark 好 说一下 来 快 我回答你们 我回答你们 我别打你们 下次再来捣乱 我就施肥了我 进来 我在网上发了个帖子 看看吧 点击率很高 是关于清凌的 夏儿科 你看了 那你看评论了吗 他们已经把他排上十大恶女了 说完了吗 说完了请你出去 我这么做只为了你 只是想让你出昨天的那口恶气 他让你不高兴 我就让他回身难受 我看是为你自己吧 他是他 有电话 你去温暖水 和什么 你去温暖水 你去温暖水 我等你 我等你回心转意 你有任何事情要做 再给我打电话吧 奶奶 你就别生气了 给你 我越想越生气 到底是谁在诬陷你啊 奶奶 你消消气 莉莉 都怪你大嘴巴 想说什么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奶奶现在4G手机用的溜着呢 人家自己看的 都堵到家门口来了 我早就知道了 就是 恶意发帖 是犯法的 我们应该告他们 奶奶 咱们都是无名小族 我觉得还是 喂 你好 对对对 我是 真的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什么事啊 奶奶 我的初遇通过肢检 可以生产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奶奶 太好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是啊 挺顺利的 对 谢谢 对 这四个女孩 就算了 是啊 来了 岁月子 不亲爱的 还是了 这四个女孩 也就是 我们公主的云界 七个女孩 丹总经理啊 你也做呀 今天我的角色是 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这个 这么大的阵仗 什么企图啊 被奶奶识破了 我当然是希望 你们能跟我们的化工厂签约 共同生产 出于香水了 我希望三位能看到我的诚意 就只有这些呀 我倒是觉得 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 莉莉 好了 你们年轻人呢 在这浪漫吧 我不饿 奶奶 您不坐会儿了 你们慢慢吃吧 你们两个先聊着 我去陪奶奶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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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段天朗 谢谢你为我庆祝 如果你要跟我说合作的事 我是不会再考虑了 为什么 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奶奶一定不会跟郑泰合作的 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吧 我只有知道原因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件事情 算了 今天很开心 不说这个了 对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们聊一些开心的话题 开始了 什么 跟我来 你看 真好看 月泉石 月泉石 人们说 在月泉石这天 对着月亮许愿 所有美好的愿望 都能实现 真的吗 嗯 那我要许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我希望奶奶身体健康 永远可以和我一起做香水 第二个 希望我做的香水大家都喜欢 心灵 谢谢你来到这个世上 心灵还不能说出来 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 让我封闭了那么久的心灵 再次敞开 让我机械一般的生活有了生气 我第一次觉得 其实老天爷对我不错 让我认识你 替我驱赶所有的伤痛 奶奶 我说对了吧 这个断天朗就是比丁还好 我不看好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奶奶 你怎么办 很紧张 怎么那么快啊 其实我比你更紧张 我担心啊 你会一巴掌拍下来 我帮你把你许的愿望 全都放在这个小瓶子里 只要你一直带着它 你的愿望 就会实现 谢谢你 谢谢你 奶奶不是感觉更亲切吗 怎么 您不喜欢 我知道你对我们清零好 这我很感激 所以我同意你们做朋友 可是 超过朋友以上的关系 我是反对的 奶奶 我保证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会善待清零的 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们超过这个普通朋友的关系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们家也不会同意的 再说 还有丁海的关系呢 丁海和清零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是你姐夫的前妻呀 这一点我知道 奶奶 我们家里那边您放心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去接受清零 我会保护清零 不会让她受任何委屈的 你们家就是同意了 我也不会同意的 天狼 这世上好女孩多的是 你怎么就盯上 看那个世上清零只有一个 我只要清零 奶奶 我会保护清零 我会保护清零 我也考虑了很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她吸引的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她 以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跟清零会有什么结果 只觉得 能跟她成为朋友 就已经很不错了 即便是现在 我也不急于让她接受我 如果我的努力 能够让清零喜欢上我的话 奶奶 不要努力了 这不可能 不 我会证明给您看 我是真心爱清零的 好了 天狼 我的意思啊 你也都明白 我走了啊 快回去吧 真是造化路人了 不会的 奶奶说得对 清零是丁海的前妻 这样的关系 怎么能得到家人的赞同呢 可是 清零真的让我有了爱的感觉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 不行 我不能这么自私 如果清零真的跟我在一起 那她要如何面对丁海 面对血清的 相信我妈一定会喜欢你 一定会接受你的 一定会接受你的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清零是上天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好好把握 没有什么比真爱更可贵 更重要的 在真正的爱情内心 你一切问题 都不是问题 你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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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把你喜的愿望 全都放在这个小瓶子里 只要你一直带着它 你的愿望 就会实现 傻瓜 只要把梦想 装进香水瓶里 梦想就会实现吗 她真的够引血清的老公了 对不起 南阿姨 我帮不了天狼和血清 只能告诉你 让你来想办法了 这个女孩子也太不要脸了 天狼 化工厂的试生产 情况怎么样 产品都合格了 完全可以投入生产 爸 我想再加一条香水生产线 那后续销售能跟上吗 周太百货设立专柜 是最主要的销售方式 当然 会配合酒店用箱 最为宣传 另外呢 我想在酒店的卖场也设立专柜 配合香氛产品一起销售 那你做个计划书 绝密一点 董事会上讨论一下 问题不大 好 你要生产花青霖研制的香水 谁研制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不能赚钱 果然是的 谁啊 大 一个合作商 酒店的香氛配方 就是那边提供的 饭饭特别好 我们完全可以期待 这个香水带来的效果 好啊 爸 这个任务 雪芹 你那个婚纱 什么时候要试来着 关你什么事啊 少操心 我们把你甩给丁海 我们就不操心了 行了 来 吃 走 清灵 好看 这裙子简直太鲜了 真的吗 去把合同签了 顺便把断天狼 你倒 胡说什么呢 莉莉 胡说什么呢 以后别总把清灵和天狼往一块扯啊 清灵啊 签完合同就赶紧回来啊 奶奶 要不还是你去签吧 我怎么想还是有点紧张 合同都已经研究过了吗 你没有问题的 画铺的事情早晚都要交给你来处理 你也要学会独当一面 奶奶 不是还有你吗 那奶奶要是不在呢 奶奶 哎呦 没事 奶奶也要学着像其他老人那样 出去旅游什么的呀 就是 快快快去吧 那我去了 去吧 去吧 没问题 家人啊 记得我说了什么 清灵 别没出息 这里你都来了多少次了 怕什么 签合同 拿定金 马上就要奶奶去旅游 走 走啊 我叫你走啊 喂 你好 你是哪位啊 你在哪儿 我在 我在正太酒店门口 真是莫名其妙 你好 请问是清灵小姐吗 是 我是 这边请 段天狼已经知道我来了 请 段夫人 人到了 你帮我拿一杯咖啡吧 好的 是您找我啊 坐吧 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根本就没往脑子里进呢 我 不但跟天狼纠缠不清 现在居然还破坏雪芹 和她未婚妇之间的关系 你不要诬陷我 我并没有纠缠段天狼 你没有纠缠天狼 那你来酒店干什么 你穿成这样给谁看呢 我穿裙子怎么了 既然你没有父母交 那我今天就教一教育你 记得按时出庭 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做的事情 要承担富贵 这是我搜集的证据 以前碰瓷片钱 你居然让天狼单独开出一条 香水生产线给你 我要告你故意伤害 和欺证 我 段夫人 您的咖啡 给这位小姐吧 嗯 这位小姐们 这位小姐这位小姐 你儿子 Rider 才迟到五分钟啊 女人迟到很正常 男人嘛 就是应该大气 合同准备好了吗 你弄了一个星期了 是吗 还不是因为你平时做事 我不放心 清零来了 清零 请进 对不起啊 我 我来晚了 女人迟到五分钟 很正常 我可是个大度的男人 请坐 合同 我已经叫吴秘书准备好了 合同的事 对不起 我不签了 又怎么了 放心 话我还是会照送 只不过香水的事 我想自己做 为什么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不用再劝我了 以后 也不要到花圃 找我 或者是给我打电话 不然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再见 当心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还会召唤 那是你 您自己的事 您是想要 执行的事 您做什么 他就给您做 还是他 你自己的事 您算是 您那样的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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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其实这项目稳扎稳打 不是更好吗 你什么时候 开始对做生意感兴趣了 我 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吧 姐姐 你吃点什么 我帮你啊 是你吧 什么是我呀 刚刚天老说的香水生产线的事情 是你干的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最近跟丁海关系怎么样啊 这话题你不回答我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 不过谢谢你 写情 其实我不 放心 我是不会让爸和天狼知道的 不过你也别误会 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统一战线了 许青 小心 慢点 慢点 也乃连心 你喜欢的 接到你电话我都快乐风了 昨天到现在 你都还没吃东西 天狼要跟你前妻合作香水 什么 没想到他还有这个能呢 别生气 对孩子不好 我就是看不了他鲜鱼翻身 我能为你做什么 给你个机会 证明你对我的感情 我会证明给你看他 破坏他跟其他人的合作 让你前妻的香水永远无法生长 如果做不到 我们结婚的事就当没有过 我会证明给你看他 我会证明给你看他 破坏他跟其他人的合作 如果做不到 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丁海 是正泰集团段雪芹的未婚夫 我今天的身份 是正泰集团的代表 大家都知道 我们正泰化工厂 已经启动生产了 最近 我们跟庆轮花圃 签订了香水生产合约 本来由徐庆轮和清零制造的香水 是由我们来生产 但是最近由于他们单方面的混约 使我们正泰集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 丁先生 有话你就直说吧 我们正泰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 像这种不守行规不守信用的合作商 我们绝对是坚决抵制 也希望各位同行 不要蒙受欺骗和损失 谢谢正泰的提醒 我们经商主要讲的是诚信 我们可不能跟这样的合作方联手 我也支持正泰集团的决定 抵制这种行业歪风 精灵 你来这儿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我是来道歉的 你又想干什么 那天的派对上 我态度不好 误会你了 我自己胡言乱语 我也很懊恼 做不成夫妻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 分手的时候我说 我对你有家人的感情 就算分开了 我还是希望你能过得好 你的记性可真好 说过的话都记得了 对了 我听说你的新香水已经研制完成了 恭喜你啊 这些话电话里就可以说 好 我是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在杂志社收集了一些可合作企业的资料 如果你需要的话 不用了 等一下 这个你收下 这是什么 里面是二十万 替我还给奶奶 帮我谢谢她 还有这个 什么东西啊 我听说你不跟段庭朗合作信心相水了 现在你需要很大量的资金 凭你手头那点钱 恐怕是完成不了的 这些是本地 几家中小型化工厂的资料 你可以从里面参考挑选 你这么帮我 就不怕段雪晴吃醋吗 我帮你不需要经过段雪晴的总益 我说过你是我的家人 我希望你好 好 就算是为了奶奶 你收下吧 谢谢 抱歉 现在我们工厂 已经不生产这个香水了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吧 那谢谢了 不客气 我们老板说了 你这款香水暂时不生产 我们不打算生产香水 麒麟 怎么样 通过了吗 好了好了 没关系 咱们再找下一家嘛 没有了 这是最后一家了 我就说你是自讨苦吃吧 灵了了还跟正太解约 你不懂 我是不懂 但是我是知道的 如果没有厂家愿意生产 你就是调制再多的香水 那也是白搭 喂 你好 我是 真的吗 行行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好 我把地址发了 我们先拿一口 走 dizer gez 最好的材料 留香大概在七到九个小时之间 那这就算是高档香水了 钱老板 你果然识货啊 那您考虑一下怎么样 愿意跟我们合作吗 秦龄小姐 我不是故意为难你啊 这款香水如果上市销售 要是情况不理想 我找谁去呢 你找我啊 我会负责到底的 那究竟能不能像你说得那么好 现在市场仅仅是未知数 我要是贸然投产的话 这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我这真没办法跟你合作啊 可是钱老板 你想啊 这做生意都要有风险的呀 而且我特别有诚意 真的很想跟您合作 要不然这样嘛 你给我交五十万保证金 香水上市如果销售不好的话 我们风险供单 如果这香水上市销售 能够像你说得那么好 那另外我再给你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的分红 你看怎么样 可是 可是这五十万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多 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这骗钱的可能性就更大 清零小姐 不是我说你 这香水你拿回去吧 我真没法和你合作 钱老板 我是真的很有诚意 而且我们的产品又这么好 你要不就考虑考虑 给我一次机会 清零小姐 你跟我合作 你得让我安心是不是 这五十万只是保证金 如果香水上市之后 销售像你说得那么好 我会全数退还给你的 你也再考虑考虑吧 你好 我是钱老板助理 什么 还要追加生产 请问要追加多少 好的 厂长 广州经销商那边来电话 说要我们追加生产 一百箱桂花位的汽车清新器 好 那你马上通知工厂那边 好的 钱老板 那这样 给我两天时间 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那先走了 好 我给你时间考虑考虑 对 桂花位的汽车清新器 怎么了 盼什么气啊 人家说我们资质不够 要有五十万的保证金 不过 这五十万会还给我们的 五十万 嗯 我们家 就算加上丁海还给那二十万 还凑不起三十万呢 奶奶 要不 我 我们把那个房子抵押了吧 你看 那花铺虽然是我们租的 但房子是我们自己盖的呀 还有房契 我们要不就把那个房子抵押了试试 肯定不行 这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还得了 不行不行 可是 我看这个钱老板 还挺懂行的 我一给他闻出狱啊 他就说是好东西 清零 你为什么会拒绝天狼呢 哎呀 他们家呀 都麻烦 要不是有合同约束 我连花都不给他们家里送 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段家人 你看见谁了 就是他姐姐什么的吧 吃饭 你呀 别愁眉苦脸的了 搞得我心情都不好 奶奶 奶奶不让我和钱老板合作 说是怕被骗 可是像我这样的 人家厂家也不愿意跟我合作 我跟你说吧 你的事是奶奶想多了 我跟你说 这些资料都是丁海拜托 长青去整理的 而且那些厂家 都跟杂志社有过合作 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想想 那五十万怎么能够凑齐 建林 奶奶你回来了 刚回来 什么事啊 紧张细细的 没有啊 奶奶 那你回屋休息吧 好 有什么事就跟奶奶说啊 吓死我了 就靠你了 好了 这合同一事两份 建你一份 清理小姐 这个支票呢 我就先收下 如果两个月内 我们的香水 要是销售正常的话 这五十万 我全部如数退还给你 另外 我再给你按照银行利息的三倍 来分红 好不好 那我就先谢谢钱老板了 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那我先走了 好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合同 终于可以生产自己的香水了 清理 你怎么那么冲动啊 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小心上当受骗 这怎么回事啊 奶奶 我都想过了 这不冲动啊 绝对干不了大事 而且这个花工厂资料 我都是跟姐夫确认过没问题 我才决定签的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这么大的事啊 咱们不得把细节都推敲清楚了 再签吗 我都是按照之前跟天朗的合同 跟别人提的要求 奶奶 你不是一直说 希望我可以独挡一面吗 现在 你又不相信我了 嗯 有人吗 开下门 有人吗 里面有没有人啊 你找谁 我 我找钱老板 他在吗 这家工厂倒闭了 钱老板挟款逃跑了 你们是不是也被骗了呀 不可能 我前两天才在这里面欠的约 是啊 是啊 你们赶快去报警吧 昨天公安局和工商局的人都来了 你看看封条都贴上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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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奶奶 我的天啊 老婆 老婆 今天怎么有 你怎么打人啊 你干的好事 不是 我干什么了 你敢跟丁海勾结陷害清零是吧 还利用不知情的我当中间人 你让我以后怎么去见清零 奶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咱俩就离婚 不是 你先等会儿 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句都没有听懂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拿那些资料都是假的 是骗子 我花补的钱都被你骗光了 奶奶现在受不了打击 已经住院了 不可能 我提供的那些厂家的资料 都是我亲自去调查过的 不可能有假 拿出证据来 对 对 你今天最好把话给我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给你的那些资料里边 根本就没有一个性钱呢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小子我了解 我老婆现在要和我离婚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我不过是找了两个厂家资料 跟你的那些资料一起给她的 我这也算搞鬼 丁海你就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 那个姓钱的厂长 他就是个骗子 他现在骗了清零五十万 徐奶奶受不住打击住院了 知道吗 他骗了清零五十万 还想赖账是吗 我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赖什么账 清零真够笨 想帮他都帮不成 你这个人渣 你这混蛋你瞎说也太狠了吧 这姓钱也太狠了 不过也算是碎了血腥的心愿 跟奶奶生活了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 奶奶身体原来这么差 老年痴呆 都怪我 都怪我把奶奶气成这样 秦灵啊 你别这样 这件事不怪你 都怪我不好 是我说话不负责任 害你相信了一个姓钱的 对不起啊 秦灵 是我害了你跟奶奶 我该怎么办 奶奶 奶奶 奶奶怎么啦 医生 医生 奶奶 等一下医生马上就来了 医生 你快看看我奶奶怎么啦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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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关系 是药物的作用 不用担心 毕竟年纪大了 受不了刺激 再加上压力大 才会心跳加速 所以啊 你们一定要为她减压 这样对她的病情康复 才会有帮助 谢谢医生 好 是 奶奶 放鬆 沒事的 麒麟 誰的電話 是法院的傳喚電話 叫你十八號準時出庭 法院 你怎麼惹上官司了 這回你滿意嗎 畫面還不錯 還不走 來了 這件事情我已經報了解 警察和工商部門都已經介入調查了 調查結果是這樣 這個前老闆確實是有這麼一家小型工廠 但是由於經營不善所以一直處於虧損狀態 欠了很多錢 這次他騙了你們五十萬 我相信他是資不抵債 所以才協款潛逃的 不過好在現在警方正在全力積拿 相信以後能夠挽回損失 可是為什麼偏偏被我趕傷了呢 我提供給你的那些廠家的資料 都是我親自去調查和經手過的 但是 丁海提供給你的另外的廠家 我想是他沒有搞清楚所以才 丁海 這麼說 他是故意陷害我 他想要再給你 我跟他一切都沒辦法 我還是有這件事 但是有很多事 他也有的 他不是說 他似乎 我就是要去做 我們要去做 我跟他一切都沒有 你沒有做 他還是要去做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是啊 熟度刚好 多吃点啊 今天我心情好 可以吃下去两份 你少笑什么 可以吃下去两份 只要你高兴 我做什么都值得 你确定好了吗 以后你不准正眼看清凌那个女人 我发誓 所有女人我都不看 花言巧语 手给我 手链也扔了 戒指也扔了 我要跟你约法三章 你可以打我骂我 但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你绝对不可以再扔掉 谁让你让我伤心啊 那我们现在可以结婚了吗 不行 我呢 还要再考验考验你 随时接受考验 放那我自己来 我手又没坏 别把我当废人 啊 奶奶 我心里过意不去 你就让我喂吧 有什么过不去的 又不全是你的错 来 钱没了怕什么再挣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祖孙俩合力 齐力断金 谢谢奶奶 奶奶 收到的 не unbelievable 我给我找到 谁想要给我 一直睡觉 你都会捅把我 随着我 咱们打开 咱们打开 她们打开 你呀 不把奶奶当正病人来照顾 我自己行 看看你这小脸哭的 快去洗一洗 以后啊 不许总掉眼泪 奶奶看着心疼 那我去了 你多喝点 奶奶 今天气色好多了 辛苦你了 莉莉 都怪我 奶奶 这个怎么能怪你呢 要怪就怪长青 还有那个骗子太可恶了 还有啊 就是那个董事长夫人 太行恩手辣了 董事长夫人 就是那个 郑太的董事长夫人 段天朗的 可不就是她吗 段天朗的后妈 明明就是段天朗 缠着清零不放 她倒好颠倒是非 去法院告清零纠缠不清 十八号还要给她 开庭审理呢 你说什么 她告了清零 哎呦我的天哪 奶奶 这个女人 真是作孽呀 奶奶 作孽呀 这个女人 奶奶 奶奶你别激动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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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什么 看 不想 解决 你 我的天哪 莉莉 怎麼了 為什麼不進去 我也不知道自己這樣做對不對 反正我已經一錯再錯了 也不怕多錯一次 清零要怪我的話 就讓她怪個徹底吧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清零為什麼要怪你啊 段總經理 求你幫幫清零吧 奶奶被我欺病了 走 清零 清零 你來了 怎麼樣 還在裡面呢 別急 來 清零 先坐下 你放心 奶奶不會有事的 是我害奶奶這樣的 都是我不好 我要是把奶奶害出個三長兩個 可怎麼辦啊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不是說了嗎 奶奶不會有事的 相信我 不哭了 不哭了 醫生 怎麼樣了 病人已經穩定了 謝謝醫生 來 清零 坐 清零 你醒了 來 躺下別動 奶奶呢 奶奶在哪兒 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兒的 莉莉告訴我的 臭丫頭 誰讓她多醉 我倒覺得她是個好人 行了 別擔心了 你先躺下 我會守著你們的 再睡會兒 睡不著 你是在擔心錢的事嗎 我想好了 我把初玉的配方賣了 錢的事應該就差不多了 初玉是你研製的第一款香水 對你來說意義非凡 還是不要賣了 清零 你再考慮一下 跟我們整台合作的事情 反正你跟誰合作都是 我寧可把初玉的配方賣了 我也不想和你合作 到底是為什麼呀 我以前跟你說的那些話 是不是根本就沒往腦子裡進來 不但跟天朗糾纏不清 現在居然還破壞雪晴 和她未婚夫之間的關係 既然你沒有父母教 那我今天就教一教育你 這是我搜集的證據 以前碰瓷片錢 你居然讓天朗 單獨開出一條香水生產線給你 我要告你故意傷害 和欺詐 是你沒聽害怕的 是你沒聽害怕 那這樣 我想把錢借給你 你還給銀行 把房間拿回來還給奶奶 好讓她安心 至於初玉 你要是真不願意 跟我們合作的話 沒關係 我可以再幫你找合作車 不了 快點了 一起來 快點數 你別浪費了 你爹 勇氣 房契就算了 这样 你随便找个东西 放我那里抵押就可以了 这怎么能随便呢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宁可不要你的帮忙 可是 我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秦玲 有了 我把花铺的租赁合同放在你那 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至少能证明 我是有能力偿还的 好好好 随便你吧 谢谢你 这样心爱的东西 再睡会儿